哈喽大家好 今天的时间是2022年的2月1号 然后现在时间是奥克兰时间的早上10点左右吧 那今天刚好是大年初一 那很明显的看得出来就是 完全没有任何所谓的过农历新年的气氛 所以我今天还是上班的一个状态 那没事就带大家看一看上班的环境 把我这个上班的心情分享给大家 破坏大家过年的气氛 所以很明显的看到我走进来之后呢就要把口罩给戴上 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属于流向肯定的一个品牌 那是以纯住宿为主的 主要是以公寓室的酒店提供住房 那大家都知道说这种方式的住宿在纽澳这一带是很受欢迎的 因为地方远嘛 所以你通常来到这些地方一晚就是一周啊 十天啊两个礼拜这样子的 所以住在这样子的一个地方的话呢 你可以自己煮东西 然后你可以自己洗衣服 红衣服 相对来说比只是住在一般的旅馆的房间还要方便自在的很多 对 然后看一下我同事他们 好啦 其实不管是在纽西安也好 或者在台湾或在哪里都好 其实作为一个劳工啊 你去了解你本身该有的权益有哪些是很重要的 而且有时候面对职场上面一些不公平不平等的对待的时候呢 你要去主张自己的权利这个是很重要的 就是不要什么事情都吞人啊 觉得说真的就是为了五斗米折腰这样子 或许有时候有一些你确实很难说出口的一些困难跟什么 但是呢我觉得事实必要的去伸张主张自己的权利 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因为即使我现在自己是个经营者啦 我是个雇主 但是因为以前大部分的时间 我的人生都是在受雇的情况下 所以我觉得不管你是雇主也好 或者是你是雇员也好 大家其实是一个互惠互利的一个角色 没有说因为我给你薪水 因为我给你这个机会 我就可以对你予取予求 对吧 那作为员工的呢 也不要觉得说好像是 哦这公司少了我会倒 不行 没有这回事 对因为其实地球很大很圆 天下没有这种事情什么少了你会倒这种事情绝对没有的你放心 因为永远可以找得到不同的人来代替你确实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做员工的不要自私甚高 然后也不要觉得自己好像懂了一点就是法条啊跟什么 然后就拿着这个权力主张 因为你的这种行为它不会只限于在这一家公司啦 因为别的人也都会知道 所以当其他公司要再去聘用你的时候 其实真的会去三思而后行 会觉得说嗯对我是不是真的要聘用你呢 聘用你的之后会不会你会是一个不定时的炸弹或是什么的 所以这种东西要巧妙的去拿捏一下 不要太对就是凡事都不要过犹不及我只能这么说 那最后就是要讲一点就是说 我们以前可能工作在一些别的公司或是别的集团的时候呢 会有一些公司的信条啦或是什么啊 就比如说什么生活跟工作取得平衡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可是真的就是我能够体会到生活跟工作取得平衡的地方啊 就真的是我来到纽西兰之后 真的就是这里真的就是你可以在生活跟工作当中取得平衡的一个绝佳的地方 大部分的情形 你下了班之后你是可以不用接听任何跟工作有关的电话 甚至是什么回email什么都不用 你休假就是休假 你就是可以不用管 对这边是这样子的 当然如果说你的责任性比较强 你接电话了或是你看email了没有人会说什么 但是如果你不这么做非常的可以 因为这边本来就是这样你休假你就是该休假你就是该怎么样 你就是做你该做的事情本来就是这样 这边没有人会说你啊哦你休假你就不管了什么没有这边没有这种事情的嗯对所以 呃到下班了该走就走了该放假就放假了然后你也不需要 那么要免呃呃呃就是怎么讲呃呃呃就是这么讲 感觉就是怎么讲远强自己委屈自己去参加很多你不喜欢或是你觉得没有必要的应酬 嗯是不是就是这样子你不想去就不要去呃呃呃呃ре de 老闆要吃饭啊或是什么 你觉得你不是很舒服 你不想去就不要去 没有人会说什么 然后也不会有人 因为你不去参加这个什么 就觉得说啊你怎么样 当然就是说 对于同事跟雇主老闆的心里面 一定对你会有一点的评价在心里面 绝对会有 可是它并不会是成为一个台面上的东西啦 我坦白就这么说 就是可能心里面对你是有意见的 有问题的 但是它并不会成为你工作上的一个阻碍 或者是什么 可能在一些比如说 人事或是什么方面 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点的影响 因为对于你的观感不是太OK 因为觉得你老是不配合 你老是怎么样这样子 但是坦白说在明面上 它不会有太明显的影响 大概就是这样 好啦那今天就分享到这边 那以后有机会的话呢 在趁工作当中跟大家多聊一下 就是纽约这边实际上工作跟生活的一个情况 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想问的话呢 欢迎留言 然后跟我做讨论咯 好今天就聊到这边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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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